画面中一只小狗小跑步 嘴上叼着一只猫 后面还有一只同伴跟着 附近居民当初不以为意 以为会不会是狗在追猫 动物之间打架追逐 不过当时有一名男人住户走上前 小狗把他嘴上叼着的猫咪放下来 原来是这一只猫受伤了 那么男子赶紧拿出一个箱子 把受伤的猫咪给装进去 而这是在台南仁德区城宫里 里长说毛小孩 发现附近的小猫咪受伤 所以出手来相救 急着去找四主要救受伤的喵心人 那么四主也请里长帮忙 找动宝处的来处理 而里长他们为了要还原整个真相 调出了监视器 才发现说原来是动物之间 上掩护住人住的温馨戏码 而这段影片让不少网友看到之后 大战争毛小孩实在是太有爱心了 东森新闻在台南的采访报道